其實這次我們大埔走真的去了很多不同景點 我覺得各有各的特色 如果大家想看美景看日落的話 清宮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青馬泰橋那條青山公路是最好的 因為你一直看黃金海岸的方向 你會一直看得到日落 我自己其實挺喜歡東霸的 有個防波堤 你一陣子是一個打卡位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跑之前拍張照片 然後跑完之後又拍張照片 而且那裏空氣很好 環境又很舒服 其實我最難忘就是在東霸那裏跑 為什麼呢 我記得那天跑是當我們那套戲裏的馬拉松 那裏的風景又真的很美 因為你跑的沿路左右都是水 我又覺得是很舒服和有風 所以是很值得去那裏跑的 其實跑步除了跑一些平路之外 其實可以向山上去跑 因為山反而是看到很多海 你可以感受一下那些樹 那塊地下那些石頭是怎樣的 譬如這個東涌跑去大澳 可能是辛苦一點的 但可以跑之餘又可以慢慢走 又可以吃點東西其實挺舒服的 有一個地方我自己都挺喜歡的 就是大尾督 大家可以試試去那裏跑 因為那裏有一個很長的堤壩 還有一個空曠 亦都可以做很多大自然的活動 所以去那裏我覺得挺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最重要是跑步 除了美景之外 最重要是安全 盡可能放鬆 不用想太多東西 還有人慢慢向前傾 是跑得舒服一點的 大家不要吃那麼飽去跑 還有跑完步記得要拉筋 如果不是翌日你就會很痛的了 大家在跑步之前 記得要做拉筋 跑完步之後 都要做拉筋 你的腳就會沒那麼累 而且沒那麼容易抽筋 我的跑步小提示 就是記住要Pull Up 收腹 你的腳就沒那麼累 還有跑完步 記得一定要拉筋 如果不是明天 睡醒覺 腳會很痠 人生就好像跑步 不會向後望 永遠向前跑 大步走 MyTV GO 搶先看